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结束 也是开始 让我们一起翻开这份人生剧本吧 大家要一起参与剧本的讨论 角色的分配 舞台的排练 我想回家 我想现在马上自掏 要不买机票回我的长沙老家 我不知道我会在舞台上干什么 因为脚本是自己写 不是节目组给你发 它的框架 它的词 全不到自己 那这个我们结果演出是什么时候 明天晚上 我自己在做大马女装 在推动多元化审美的过程中 很多人的困境 是他们并不知道 我心里看到的美好是什么样子的 打破一个固定认知的方法 不是告诉她 她是错的 而是把你觉得更好的东西 呈现出来的 我想做这个综艺 其实就是想找到一些很自信的与孩子 让他们呈现在这个世界面前 告诉大家 我们原来也可以这样很美 各种身材的主播帮你挑好了 本节目由时尚购物APP 蘑菇街独家冠名播出 大胆美丽 致爱自己 本节目服饰由大马时尚品牌 PLUSMO提供 它已经是一个既定事实了 不会因为我们没有准备好 八点就不演出了 我紧迫感能激发人的战斗力 首先因为现代审美 它是一个以瘦为美的一个世界观 我觉得可不可以做一个 乌托邦的世界 那这个世界它就是以胖为美 直到最后回到现实 所有的质疑声音 还是像潮水一样的涌过来了 如果没有尼美 那我们就是热锅上的蚂蚁到处乱窜 很幸运的是我们这队游领着我们走的人 来吧姐妹们 我们蹲一下空 空满至宇的真实世界 我们提前入城音频 国防 需要一个人收集那个 你来收集吧 可以吗 OK 那罗曼丽丽还有 凡丽丽严 咱们几个人 就有一个有趣的故事 参与班可能就 然后凡丽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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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丽 歌词其实非常地能够直达人心 唱歌是我的一个非常舒适的一个地带 那我肯定要把它做好 我们不仅仅有亚罕杰这么专业的一个唱歌老师 还有小妞娅这么一个专业的舞蹈 我就赚到了 她们真的很坏 我们现在就是一个头很痛的一个情况 是吗 因为我不会跳舞吗 不是 头要炸了 而且今天这个妆很符合今天这种感觉 流血泪 找八个完全没有舞蹈基础的人 找七个完全没有舞蹈基础的人 要有一个舞蹈基础的人去教 如果要变很难的东西就没办法 我们只能去情绪去感染你们 五六七走 一 就大家都是被那个声音被吓到了 然后我希望大家不要都是一个姿势下去 就是你们可以抱着自己或者是 我觉得这个事情我不擅长 我不擅长 然后我就去打辅助 我们再梳理一下 周代和皇冠是冠军的 然后50个一元硬币是选手需要的道具 对 我们第一个需要男人的声音吧 什么笑话比赛啊 我看这就是个笑话吧 需要什么样的感情你可以教我 不够强烈 还要还要命一点 因为它是最重要的那个点 什么笑话比赛啊 我看这就是个笑话吧 就对一个想要跟你表排的女生 那么胖 还想谈恋爱 他就是那种 他就是那种人 他就是那种人 第三十个 人的脂肪细胞 哟 我觉得你有点像波音主词 人的脂肪细胞可以无限拉长 你要变成他那样吗 肉山一样的恶心女人 吃吃吃就知道吃 可以进屠宰场了 死胖子 你还有点喜欢别人 也不看看自己长啥样 太狠了 笑话 长得胖不是你的错 出来吓人 就是你的不对了 就是孙悟空西游记里那个妖怪 就是你的不对了 老孙悟姨 我最大的感触就是 我们这八个人真的 没有一个人是废物 很努力很积极 然后不会惹我人往后退 我们八点钟要开始了 我们现在准备好 我把时间规划一下 选手有一个定点pose的位置 应该在最前侧吧应该 我本来觉得很有压力 但我发现 其实好像也不用我怎么想 大家也都可以完全运转起来 编码出一个很棒的东西 发现我可以躺赢 观众可以看我表演了 我好开心 我好开心 我们不仅仅有聪明的脑子 我们有性感的身体和灵活的表达 来吧 尽情地观赏我们吧 马上要汇报表演了 可是我还没有表演服装 姐姐 你今天怎么这么淡定啊 那是于我早早地在蘑菇街上 找到了参考 选好了穿搭呀 哦 快告诉我 你是怎么做到的 打开蘑菇街APP 上面有各种身材主播 解决不同穿搭问题 满足各种身材不同风格的穿搭需求 还有Plus女生频道 大马主播在线直播帮你试穿 哇 那有了蘑菇街 不管是大考还是小考 我都能做到最佳搭配 而且状态满分 再也不用发愁了 这是一个以胖为美的世界 在这个世界 瘦不会被大家接受喜欢 你应该意识到 你不是一个大马女孩 这里的第一学服 大马力学校 每年都会举行一场校花争霸赛 选出美的榜样 今年的校花评选 已经到了最后阶段 美丽从来不缺看客 大马已经成为世界性的 时尚主流审美 各位尊敬的来宾 这里是第六届 大马力学院的 校花大赛的比赛现场 感谢各位 历临这次的国际性赛事 接下来就让我请出 我们最具重量 也最富有权威的 三位评委 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本届 嘉丽的走秀 他们即将向我们展示 他们极致的美丽 第一位出场的余涵 她是清纯与可爱的化身 她带着她甜甜的笑 向我们走来 真想在妹妹的小脸蛋上 蹦蹦跳跳 哇 请上体重称 收拾你的体重结果吧 第二位诗员妮 听说她好像在学校里 不是非常的起眼 这么瘦怎么来的呀 这个小身板 其实这个身材我觉得 没有关系 我们大马的这个审美世界里面 也是包容性很大的 上体重称 临时你的体重结果吧 太瘦了 第三位出场的佳涵呢 就是亮仔阿里 好看 谢谢 她确实是我曾未见过的一位 胖的 大气的 大的漂亮 临时你的体重结果吧 小牛羊 小牛羊 最后一位 那就是小牛羊 小牛羊 小牛羊 我们可以看到小牛羊 在本校的人际 真的是非常的高涨 你问十个同学 九个同学都会公认小牛羊 就是他们心中 最美丽的外人 你 唱体重称 领取你的体重结果吧 牛羊 牛羊 输你最强 各位老师好 各位大众评审好 我叫十元宁美 我知道我的表现不是很好 但是我希望大家能够 就是对我们瘦子也好一点 谢谢大家 俺是哪里 俺有一个悬宴 五肉一水抢 有肉十经营 俺是俺们全村的希望 俺吃了五十头猪 俺要哪个 玩具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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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保 安保人员 好 安保人员 谁啊 那个人是谁啊 就是你知道我在学校 有很多追求者 对 那可能他就是我追求者 其中之一吧 我觉得 好羡慕你 我觉得 你非常的有潜力 真的很有潜力 我能够参加这次的比赛 我真的很开心 而且我做了好多努力 我一个星期大概增肥了七公斤左右 我真的很用心地准备了 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支持我 我想夺怪 那好的 接下来就是自由悬念的首轮结果 揭晓 我们将在本轮中淘汰艺人 你 你能杀呢 你这个女 你能杀呢 你这是杀呀 这个可了一点不对吧 你这个女 你作弊 天呐 天呐 你咋有这样的事呢 天呐 我校对这种不诚信的行为 零容忍 对不起 你被淘汰了 想变胖想变女 有错吗 请你出去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现场有稍微一些小掐取 不过没有关系啊 这都不重要 让我们恭喜剩下的三位嘉莉 顺利进入我们的第二轮比赛才艺展示 太厉害了 这是我这部最快播的双下巴 可以写完太本词典耶 她的震动可以一动山摇 一颗 两颗 好的 九个 十个 太厉害了 没有想到一个小小的体重 能够预含这么大的能量 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呢 那么 校长可以来做一个评判了 稍等我们商量一下结果 我觉得小牛羊 那就小牛羊吧 太厉害了 恭喜我们的小牛羊 能取得我们校花争霸大赛的冠军 冠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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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冠 什么校花比赛啊 我看这就是个校花吧 是啊 它就是个校花 你的人生就是一场悲剧 诶兄弟 猪都比你瘦 你怎么横着长 你穿着裤子已经绷紧了 你还有一种笑 胖子就算喜欢别人也是天大的笑 这么胖 就算没头的时候也是单高 我远能发远达 觉得累啊 这个腿好像搭伤的腿 你真行 你还有点喜欢别人 也不看看自己长啥样 还一天天的死吃乱长 你是猪啊 让我懂了一个道理 你真是一个好心传点的 你一边猪有感 知道自己体经胖胖子 真的胖了 还胖了吗 早来你去练猪油了 长得胖不是你的错 我们脂肪脱的吓人 线拉长是 你要多多两个 肉身一样的脖子 你胖子 你还有点喜欢别人的事 你还有点喜欢别人的事 你还真意知道 你全世界上 你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猪啊 我对我真心愿意 没有你电话了 只有我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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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没有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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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防备和 和那种 就是怕 就是怕弄不好的那种心理 我觉得我运动员 大家能知道 我的功力心有多强 我就想拿冠军 他们很多的弹性的弹性的弹性能 好 我宣布大玛丽学校第六届校花争霸赛 圆满成功 我们看腰合影吧 这是最后一次向小白白写名字了 非常期待杨老板会写上哪两个名字 那首先我要写上的名字是十元妮美 然后我要写上的第二个名字是 赵丽 那这一周最后呢 我决定把我们的获胜者留给赵丽 两个角度的考虑 第一是因为十元你们已经有过获胜经验了 我想鼓励一下赵丽 第二个我觉得 她可能是从第一期到现在 让我觉得变化最大的一个人 成长性跟潜力也是一件非常值得被注意的事情 谁说的 我可以无限度地使用下去 我可以擦了再写 你说最后一次就是最后一次吗 因为一下子我们就没有哭了 那又怎么样 我可以自己在家写啊 好的 让我们有请特邀嘉宾陈静楠带来 第87次减肥失败 预订的 哈啰 哈啰 各位准备 瑶巴钦 宝贝们 嗯 嗯 昨晚我睡得早 往生准备出发不需要谁陪着跑 空蜜男友他一招了对此都有白衣 看款这种恋爱看来看去也是每个好 在一间的我最爱的口罗诺米鸡 着急小丸子红楼的配鱼 红楼蛋冰 汤手巴黎草莓蛋糕芒果变清淋 味道都一起放在体重绝对要小心 baby 几个单 take a free 不做起 打破纪录 离成累积 yeah w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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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告别之旅 你们的队友 将离开我们的节目 而由你们去通知他们 我不想哭的 我不管这个结果怎么样 我想过程我开心就好 我不 我才不要 我中午组了一个大佬聚会 你们要代替我出席这场舞宴 嗨 姐好 你觉得天真身上的 最大的短板是什么 我这个你好心 因为你有很多幻想 所以你适合做杨天真合伙人吗 上微博参与大有可为的 我话题讨论 和微博网友一起 边看边聊 独家社交媒体平台 微博 首席合作媒体 新浪娱乐 微博综艺 新浪综艺 更多节目精彩资讯 尽在新浪娱乐 新浪综艺 鱼刺探未来文娱产业的方向 请不吝点赞 订阅